姐姐的眼睛没有被吓药 最近相信大家都刷到了眼窄的热搜 说她的眼睛那么圆是因为被吓了扇童药 然后我今天就刷到了有人居然把梅姐爷给挂上去了 导致一些不明所以的路人也跟着节奏跑来骂我了 那我真的是要澄清一下了 梅姐她是比较挡小的猫 慌张的时候她都会瞪大个眼睛的 还有黄金婚暗根好奇的时候 她眼睛也会瞪得老大了 然后我也查了下这个什么扩童药 就是抵了之后她能让瞳孔扩散很长时间 那你们看梅姐的瞳孔可以做到几秒钟内自有变化 这不就说明没有被吓药吗 而且我有那么多作品 梅姐的瞳孔都是很细的 她就不说 就撞到她眼睛大的来说是 我都不知道她是有什么居心了 正如有个网友说的 现在哪只猫眼睛大都会被人说是吓药了 所以说网报的成本真的很低 希望大家一定要理性对待 然后说回眼仔这个事 其实我并不能确定她是不是被用了扩童药 但是听说她现在已经安全了 希望眼仔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余生